第十四集 也许此时应该忘记那些回忆 放下对豫王的情 安安分分地做好我这个有名无实的皇后 什么都不再收啊 我将目光收回 喝了口茶 店家可还有临窗的位子 文生抬头看去 是一个飙行大汉 一边走上楼梯 一边问着 我认得她 是张轩帝身边的一个贴身侍卫 徐征远 我心一沉 如果她在这儿 那张轩帝一定就在后面了 再看街上 果然没有了她的身影 这位客官 实在不好意思 这临窗的位子没有了 小二小心地说着 毕竟这徐征远的身形架势 让人很害怕 没有 那不是空着吗 徐征远 环顾了一周 不满地说 啊 您不知道吗 今日有灯会的 这些位子早就被人定好了 除了 那小二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没有说下去 我听他这样说 突然想起 是呀 今日是一年一度的灯会呀 以前这个日子 大哥一定会带我逛街 那场面 那场面可不是美不胜收就可以形容的 晋乐宫 晋乐宫竟然把这个事都给忘了 没有就算了 随便找个位子休息一下就好 那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我小心地瞥过一眼 他刚刚上来 手持一把折扇 还是带着那副笑容 主子 是奴才 没有用 徐睁远说着 为自己没有完成主子的意思而自责 他不在意地手一挥 怪不得你 是我一时兴起的 说完 就在我身后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小二奉上了茶水 徐睁远恭敬地站在他的身边 他指着自己对面的椅子说 你也坐吧 主子 这是不合规矩的 徐睁远受宠若惊地说 他说着站着不动 出来了就不要管那么多 至于规矩 还不是人定的 他再次指着那张椅子 我让你坐 难道你还敢违抗不成 他带着细腻的口气说着 眼神却透着微眼 徐睁远坐了过去 但还是显得很拘谨 他们要了几个菜和一壶酒 主仆二人没有说话 他看着远方若有所思 徐睁远自然是不敢打扰 不久他们的菜端了上来 我偷偷地看了看 很简单的几样 他并不是铺张之人 况且也不会在宫外 还讲究在宫里的规矩 主仲二人没有说话 主仲二人没有说话 他的目光看向远方 也许是我的幻觉吧 笑出声来 却有着些许的无奈 可是奴子还听说 就是没有去中宫那找 徐睁远说到中宫时 刻意压低了声音 但是我还是听到了 听到这话 我心里一惊 中宫 说的便是我的昆明宫 今儿下午张德海会带人去那看看 不用了 奴子不明白了 您这几天不都 不会在那儿的 不能够 你可知那里住的是谁啊 那里住着凌云魔的女儿 他说这句话 尤其是在说到我父亲的名字时候 两语冰冷 令人不寒而令 我低下头 即使父亲已经慢慢放权 并且很少和他起分起了 但是听他的口气 还是很不满意 依旧对我们邻家存着芥蒂 我有些悲哀 也有一些自责 自己的进宫 还是没有起到家人期望的效果 怪我 没有想办法 去博取皇帝的垂情 从而化解他对我们邻家的不快 等等 刚才徐正远说 今日去中宫寻找 我一下不安了起来 我如今不在宫中 一旦被发现 我是担待不起的 更会给邻家蒙羞的 心里慌乱了起来 可现在进宫已经来不及了 更何况不是我想进就进的呀 还要找大哥想办法呢 本来以为没有人会去我那如冷宫般的昆宁宫 可还是去了 偏偏又是今天 我只祈求浩月 他能想办法对付过去 转念一想 没有人见过我这个皇后的样子 浩月他们应该还是有办法对付过去的 只要找个人穿上我的衣服就行了 这样今日找寻的结果也就如了他的意了 那个他要找的女子不在昆宁宫 也就不是凌云辉的女儿 也好 这样也好嘛 我看着眼前的饭菜 想着赶紧吃完 再去找大哥想办法早点进宫 更何况我也不愿在这里再待下去了 我迅速吃完 抬头正要招呼小二结账 却竟然与他无意飘过的目光相对 他的目光扫了过去 我正庆幸 那应该是他无意识的目光移动 但是很快就证明了 我的想法是错的 他猛的将目光收了回来 落在了我的脸上 我看他眯了一下眼睛 紧紧的盯着我 我的心里一震 连忙把头低下 自己安抚着自己 我现在穿着男装 那日是夜晚 他应该没有看清我的模样 而且过了这么些天了 不会记得清楚了 趁着他收回目光思考的时候 我迅速起身 要下楼去结了饭前 刚走下最后一个阶梯 就听见上面传来椅子剧烈挪动的声音 随即是急促下楼的脚步声 和徐征远的喊声 主子 主子 我慌忙把手里的碎银抛给了小二 急忙跑出了酒楼 看到旁边有一条小巷 便钻了进去 我回头看见那个月白身影 从巷口匆匆走过 徐侍卫高大的身影紧随气候 这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心想着赶紧去找大哥吧 回了宫就没有事了 一抬头 却看见他又折了回来 四处看着 徐征远在他身后警惕地看着周围 手紧紧地按在腰间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连忙又转身往巷子深处走 可是这是个死相 最前方和两边都是住家的高墙 虽然有两个小门 可是我试过了 完全是紧紧锁住的 正焦急着 一扇小门打开了 一个丫头打扮的女子端着一盆水向外泼 我心中逆袭 连忙上前 姑娘 可否接你这后院躲一下 那女子惊恐地看着我 我怎知你是不是坏人 快走快走 说着就要进去 我情急之下一把拉住了她 姑娘 我不是坏人 还请你帮我这个忙啊 我等一下就走 她用力甩开了我的手 快速躲进门内 我上前了一步 想再做努力 可是那扇小门 砰的一声被用力的关上 我连敲了几下都是没有人影 心里失落到了极点 算了 我为什么要怕呢 那个人 怎么说也是我的夫君呢 他寻我也不是为了害我 我想起自己身上 还带着那块皇后的玉佩 本来是想给玉王看的 以便断了他对我的念想 可最终我没有拿出来 现在看来 是要被他这个皇帝砍了 一想到这儿 心里懊悔不已 我不应该出来的 非但没有跟玉王说清楚 还更加让他误会了 如今又碰上了皇帝 还有可能被他发现我是谁 如此一来 我们林家 要为我的任性付出代价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由南音播讲的 玉皇 我思量着 这皇后私自出宫会是什么罪 要是细查起来 还是去私会男子 这又是个什么罪 自己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对不起我的父亲 对不起林家呀 同时 心中还有另一个声音在说 如果真的查了 那玉王也是脱不了干系的 我竟然还连累了他 我懊悔着 祈求上苍 只要让我度过此劫 定在不负自己 入宫的使命 眼看着他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巷口 我的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 然后将我猛地拉进了那扇小门中 进门的一刹那 我看见他的脸望向了这里 不过 应该是没有看到我 这是一个不小的院子 里面挂着许多洗过正晒干的衣服 红的 紫的 蓝的 绿的 颜色艳丽 衣服上还都是精致的刺绣 回头看 是什么人拉我进来 竟是刚才那个将我拒之门外的丫头 我微微一笑 做了一个衣 多谢姑娘了 一定谢我 表谢 就谢我家姑娘吧 说完 他扭头看着不远处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一个女子 站在一棵荷花树下 穿着浅蓝绣雪梨花的锦裙 手中一只雪白的团扇 遮住了他的脸 不过 仍能感觉出 他是一个美人 我缓步上前 他没有躲避 我再离他四五步的地方停住 深深一一说 多谢姑娘相助 公子不必多礼 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他的声音柔美动人 想来应该是一个性情温和之人 小姐 那丫头走到他身边 一边用眼梢瞥我 一边小声地说着 不过风 还是把这些话送进了我的耳里 小姐 他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您就让他进来 同时 上下打量着我的衣服 我自己低头看了看 这是一件深蓝色的男装 廉价的粗布制成 上面还有几个铜色布块打的大小布衣的补丁 的确是寒酸了些 我抿了抿嘴 用手擦去了鹅间的汗 对着那小姐说 多谢姑娘 我片刻就走 说吧 走到了墙边 也不顾什么 就洗地而坐了 想起和豫王 在烟波亭相遇的那次 他就是洗地坐在亭外的台阶上 还记得他说过 这样也是坐着 更亲近天地 岂不是更好 嘴角不由浮上一丝淡淡的笑容 一个身影挡住了阳光 我抬头 是那个丫头 我家姑娘 请你去楼上 他直指远处一座高大气派的阁楼 一脸不悦且嫌弃的说 我站起身 不解地看着他 你家小姐让我去楼上 是的 请吧 他加重了口气 我略一沉思 虽心中有很多不解 但还是笑着说 哦 那有劳姑娘带路了 跟着那丫头 走进了那庄高楼中 便发现 这不是一般人家的居所 这里布置得奢华驼迷 堆尽气欲 处处都是浓郁的植粉之气 我拉住前面带路的丫头 私下看着 姑娘 这里是 她白了我一眼 这里都不知道 这里都不知道 也是呀 你这种人怎么可能来着万春楼呢 更何况是我家姑娘的藏春阁 万春楼 藏春阁 我心里全明白了 一般的小姐 怎么会让陌生的男子去自己的绣楼呢 更何况是那时 一般的家庭又如何会如此装饰 我心里暗笑着 看来今天是可以长长见识了呢 这万春楼是京城最有名的青楼 据说里面收尽天下角色 也只有那些达官显贵才去得起的地方 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进到了这里 而且还是这样的贫寒打扮 这藏春阁有五层 一层是五个房间 二层是四个 三层三个 四层两个 我想起以前曾经听家里的仆人说过 这里住的最美貌 最有才情的有十五位姑娘 住的越高的姑娘 抬头就越大 单单就是住一层的姑娘 只听手曲子就要付一百两银子 当时听得我是瞠目结舌 在三楼 那个丫头停了下来 指着左边的门说 穆娘在里面 你进去吧 说完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扁着嘴就走了 我知道 凭自己这身打扮 不可能进来这藏春阁的 恐怕就连这万春楼的大门 都不会让我摸一摸吧 走到门前 心里确实有一些迟疑 正犹豫着 门开了 那女子平和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笑容 很淡 却耐人寻味 公子 请进来吧 说吧 女子就退了回去 我只好硬着头皮跟进去 房间很大 用浅粉色的纱窗隔开 分了几层 室内布置的倒也算是雅致 起码和我认为的青楼布置是不同的 前厅左边 有一间厕室 里面有一张风桌 上面摆着文方自保 还有一张宣纸 那女子跟我打了声招呼 请我先坐坐 然后转身 走进了里间 那里应该是她的卧室吧 我此刻扮成了男子 自是不便去的 就走到了那桌前 宣纸上是一幅水墨 画的是一只绣盒 不过底下的流水还没有琢磨 那盒画得极好 我一时手痒 拿起一盆的画笔 随手画浆了起来 先是一盆盒叶 下面是几尾鱿鱼 其中一尾高高地跃出了水面 再勾出淡淡的群山座背景 门开了 先前那个丫头走了进来 手上拖着一个装着石盒的盘子 看见我在侧室不满地说 快出来 我家姑娘的画室 可是你随便就进去的 我心中有一些小小的不愿 可是想到自己现在的装扮 就什么也都不再想了 我走了出来 倩意地朝她笑一笑 她不屑地一撇嘴 然后将手里的托盘 放在我面前的八仙桌上 开始沏茶 这时 沙帘被掀开 那个女子走了出来 换着那个丫头 彩灵 姑娘 这人刚才进了你的画室呢 里面有衣服 你进去换了吧 姑娘 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她是怎么看出来的 彩灵惊讶地看着她 又看看我 小姐 你说她是个女的 那女子半笑着 看着我诧异的眼神平和地说 我自小就在这万春楼里了 男人什么样子 女人什么样子 还是分得清的 在下 秀和 她失了一礼 笑着说 我也笑了 随着她 走进了内室 沙帘隔了很多层出来 不过摆设却是很清雅 最里面的是她的卧房 床上放着一套浅绿的剪裙 我穿戴起来 还算是合身的 头发也放了下来 不好用她的手势 只取了一根水绿的丝涛 随意地将头发挽起 没有湿脂粉 然后将自己换下来的衣服 打成包袱 提着走了出去 秀和正看着我之前的画 彩灵回身 看到我就惊讶地定在那里 我朝她笑了笑 她才回过神来 拉了拉秀和的衣袖 秀和回身 惊讶地神色在她的脸上 一扫而过 她很快地就浅笑着说 过来坐吧 你的画真好 小姐过奖了 嗯 可惜没有诗啊 她摇摇头 惋惜地说着 我并不答话 走到画桌前 看着画上的流水荷花 想起那日 在西子湖上 和玉王饭中赏和的情景 唇角扶着一抹笑 提笔写下 不见风头 不见风头 石占红 别将方丝 血将边 却窍金殿 明鸾静 一世相飞 出水中